地瓜叶是常见蔬菜,因为营养美味又便宜,有平民蔬菜王的美誉 事实上,地瓜叶对健康的益处备受许多医师 营养师所推崇,它不仅可护盐,顾血压和血糖 还能改善消化功能并帮助凝血 更有医师提到,其最特别的是含有叶酸 除了是被孕女性需补充的重要营养素外 还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地瓜叶可说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蔬菜 五谷祥展诊所院长傅玉祥就分享 其富含维生素A若体内缺乏此营养素 可能会导致咽芒症 且还含有叶黄素与玉米黄素能保护眼睛细胞 减少蓝光对眼睛的伤害 除此,傅玉祥说 地瓜叶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K级直化素 前者有助于稳定血压 后者则可帮助维持血糖恒定 而维生素K也有促进凝血作用 可减缓女性经期前的不适症状 另外,地瓜叶也富含膳食纤维 有助于促进肠道健康和改善消化功能 富玉祥说明膳食纤维还能增加饱腹感 有助减少净食量和维持健康体重 不仅如此,台北中山医院夹医科主治医师陈兴梅提到 地瓜叶富含许多营养,但最特别的是含有叶酸 她指出,除了是被孕女性需补充的重要营养素外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她还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好处 陈兴梅说明,当心血管发炎时 会造成血液中的同伴光暗酸素质升高 此素质过高即代表血管发炎较严重 而叶酸则有能让此指数下降的重要作用 谈及食用地瓜叶的方式 台大生物产业学习老师洪太雄建议 可和牛肉搭配食用有助加强铁质吸收 她表示,凭血是许多人都有的问题 而每100公克的地瓜叶,铁含量就有1.5毫克 加上草酸含量很低,不会抑制人体吸收 因此,吃素者不妨可及由吃地瓜叶来补铁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地瓜叶高甲 肾病患者得多加留意,避免饮生枝 至于地瓜叶该如何选购及保存 根据台湾癌症基金会资料显示 选购时可从叶面及叶梗判断 叶形完整,叶面大,颜色清绿 叶梗呈清绿色,不硬有弹性 这样口感吃起来才会稀嫩又顺口 而购买回来的地瓜叶一老 所以可先将叶面取下,去除枯黄部分后 再以厨房纸巾包裹冷藏保存即可 感谢收看,欢迎订阅,按赞,分享